我是四哥我在杭州 我在江杭州 我在杭州的冰箱区 江南大道的这边 我逛街准备给你们拍杭州的冰箱区 这边大概什么情况 走 刚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拍摄了 因为我这个手机出了些问题 刚才拍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拍成功 往来都不想拍了 但是既然来到杭州 还是给你们拍 这边大概什么情况 我现在的位置在这个江南大道的龙武天街这边 对面就是龙武天街了 这个商场非常厉害 这边好像有一台测试车 四维图星 这个江南大道双向拔车道 非常宽阔 然后这个下面也是直通的一个隧道 你可以从冰箱的最西边 穿到冰箱的最东边 直接上机场高速 非常方便 你就不用等这个江南大道的 上面的十多个红绿灯了 对于赶时间来说非常方便 这边就是冰箱天街了 放大给你们看看 水不黑天街 这里还有一栋天街的写字楼 杭州街头 卫生搞得非常不错 你看不到任何的垃圾 给你们拍全景 非常宽阔 这边应该属于冰江最宽阔的地段 我们先往前走 看一下 这个老姐怎么 骑车怎么在 飞机动 在人行道上面起来 差点把我的手撞到了 吓死了 好 这个有点不是特别我敏 好的 我们先往前走 已经路过这个恒星大厦了 这地方写字楼比较多 居住的人也很多 属于一个 我感觉是一个高新产业的一个 集聚区 加一个住宅区 我们接着往前走 走往这个 浙达奥运的冰江院区方向 就到我的前方 给你们拍下 好的 已经来到了 江洪路和江南大道的交叉路口 这里还有两份植物 给你们拍下这个植物 这植物啊 不是假的 是真的 吹不黑是真的植物 因为下面还有泥土 这个居然骗过我的眼睛 这个植物啊 虽然有泥土 但是 虽然 我也到底也分不清真假了 好像是真的 然后这个 护栏上面还有江南大道的logo 看到没有 这每个护栏上面都有 还有英文 江南avet 这边也是有这个logo的 这边为什么没有放这个花棚啊 不知道理解 居然空了一个 这个就是江南大道了 然后这边就是江洪路 我准备 接着往前走 带你们看一下 前面大概什么情况 这边还有一个 样艺会的吉祥物 龙湖天街 这大奥运停车场 前面那座天桥啊 就是可以通往这大奥运 穿过去就到了 好了我们接着往前走 因为我的这个车呀 就停在前方的天上 所以啊 准备去取下车 哎 这边还可以扫码停车 这你受得了吗 你扫码 应该可以预约车位 你不会在吧 就这个天桥啊 基本上就是去医院的 对面就是非常著名的 周末医院 这边就很多卖血骨的 烤红骨 如果你饿了 就可以搞一个吃一下 我就不吃了 因为我已经吃饱了 这边还有便利店 选家 好我已经看到我的车了 就停在这位置 因为啊 如果说你是开车来这个 这奥运的话 你最好把这个车啊 停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 还不错停车场 这边可以停很多车 非常方便 因为你开到医院里面去啊 首先是车位比较少 然后如果车比较多的话 你基本上是要排队的 很麻烦 那你如果说开到这里来啊 就比较方便了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有车位的 然后你只需要过一个天桥 就可以前往这个 这奥运院 就在我的视频的方向 就是这奥运 非常近 甚至说你看完医生 还可以在这里 搞一杯星巴克喝一下 就在这里 非常惬意 感觉这边停车费应该也不是特别贵 至少比医院里面不会贵 好的 这就是杭州的 冰箱街头 目前现状 这是一个东贯 横心大厦 视频啊 又不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